天王刘德华和朱丽倩的爱情应该是最让人羡慕的爱情吧 朱丽倩为刘德华甘愿牺牲事业 默默的做天王背后的女人 24年才被承认 为保天王单身人设甘愿做影子爱人 没有半句怨言 直到朱丽倩的父亲去世 刘德华才以女婿的身份出席 并承认自己已婚的事实 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 能够心甘情愿的为刘德华牺牲事业 甚至一把年纪还要为天王生娃的女人 会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 但其实朱丽倩的家庭何止豪门 在马来西亚还有显赫的家庭地位 在马来西亚朱丽倩家族中 有许多功成名就的商人 舅舅陈志远就是大马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人 家族名下有多个集团 产业涉足零售酒店 快餐连锁地产在线公司等等 年收入超过了200亿元 名校所属的成功集团 是大马五大企业之一 而陈志远也跟刘德华有过多次的合作 两人的同框次数很多 陈志远共有11个子女 而陈志远早年也算是白手起家 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相当的严厉 靠自己打拼是跟他子女说的最多的 其中一个儿子陈友江还有大马王思聪的称号 在某平台公布的富二代排行榜中 陈友江是世界排名第72位的 更与父亲陈志远一起创办并经营着成功集团 可以算是成功的年轻商人了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这一位大马王思聪 求婚自己的俄罗斯女友 场面相当的奢华 从求婚的视频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陈友江和女友甜蜜的恩爱 女友名叫波丽娜 不止身材高挑 颜值还爆表 难怪能赢得陈友江的心 波丽娜手上数大的钻石戒指 亮下了一众网友 大马王思聪 陈友江虽然出身于富贵的人家 但是个人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在马来西亚也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 而且陈友江还是父亲陈志远的左傍右臂 同时也是成功集团的创始人之一 成功集团可以发展到这么大 陈友江完全可以说是贡献了非常大的 属于最大的功臣之一 前段时间陈友江的女友波丽娜 在社交平台晒出男友和准公婆 陈志远一家人为他庆生的照片 我们通过照片可以看出男友一家人 亲自为其庆祝生日 其中一同庆生的还包括姐姐陈雪玲 以及姐夫兼纳莎董事长 法利纳斯穆丁 而且她的俄级女友身材高挑 金发碧眼 肤白貌美 与陈友江确实是男才女貌 非常般配 陈友江也随后公布了自己的求婚细节 求婚前波丽娜并不知情 陈友江以其他的理由 把玻璃娜配音到两人初识的地方 重温两人的恋爱时光 待玻璃娜备受感动之时 陈友江便水到渠成了求婚成功 陈友江与玻璃娜相恋多年来 感情十分稳定 经常在社交网狂撒狗粮 也就是前几日 玻璃娜还在社交网晒出与陈友江一家人的合照 据透露当天是她的生日 画面中陈友江夫妇和姐姐陈雪玲 姐夫都有出席 可见对玻璃娜的纵视 如此好的家庭 自然女方玻璃娜也要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她是一位来自俄罗斯国籍的女神 颜值超高 身材爆表 家庭背景也十分雄厚 而不得不说陈志远一家真的是非常完美 儿女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对比起刘德华与天王嫂朱丽倩一家 还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朱丽倩能够与刘德华恩爱至今产下一女也实属不易 朱丽倩的显赫家族成员不止这一位 她还有一位知名的表姐 陈雪玲也就是这一位陈友江的姐姐 她也是大马的名媛 跟香港名流圈都保持着不错的交往 其中包括澳门的赌王和超营的闺蜜 老公法利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私人财团之一 纳莎集团的副执行主席 是大马公任的钻石王老五 而陈雪玲本人呢 也是并非被养在家中的公主 她本人一直颇有事业心 毕业于日本名校早到田大学 还是成功置地的执行董事 成功时代广场的总执行长啊 旗下日本京都四季酒店与住宅的营销主管 朱丽倩的娘家呢 随便说一说都是实力与美貌兼具的人物 即便是有如此知名的家人 可是朱丽倩仍旧是对刘德华言听计从 百依百顺 甘愿牺牲自我默默的为刘德华 做这一个妻子该做的一切 而不得不说朱丽倩为刘德华的付出是巨大的 最重要的是她对刘德华的爱 一直是默默的忠贞炽热 刘德华的妻子朱丽倩最近公开露面呢 也是在去年在她的演唱会上的那一次了 53岁的她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戴着七岁的女儿 远远的坐在观众席上 他们时而哼唱时而鼓掌 看起来跟普通的观众没有什么区别 的确做了天王嫂啊 又是圈外人低调是最好的选择了 也或许是那么多年来朱丽倩也早就习惯了低调 其实朱丽倩家族在大马是十分显赫的 从小家庭富裕的她经常有机会参加一些选美活动 小时候她还当选过大马的选美小姐 还做过平面模特 所以以她的姿势和资源呢 完全可以选择高调的在镜头前生活 然而她却选择了刘德华 并且心甘情愿的隐身了20多年 做她背后的女人 直到2009年父亲去世 她才和刘德华一起出现在镜头里 那个时候她和刘德华才注册满一年 我们一般人理解不到 从小就重心捧月的朱丽倩 隐行那么多年来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但是或许却可以从她兄弟姐妹的生活中 发现她失去了多少 朱丽倩的舅舅陈志远是大马有名的富商 生意遍布地产 零售酒店等等多个行业 连续多年排名福布斯的前50名 她有11个子女 大女儿陈雪玲比表姐朱丽倩小22岁 算起来呢也正是刘德华的小姨子 陈雪玲据说从13岁时开始接管公司 如今资质已经早达到了200亿 还拥有了自己的私人飞机和游艇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百亿名媛 而且她在名媛圈子呢也是相当的豪华 包括赌王女儿何超银跟她也是闺蜜 她们时常高调的在香港和大马之间互相走动 2018年陈雪玲出嫁 丈夫同样是富豪之家 两人的婚礼称得上是大马的世纪婚礼 然而我们的天王嫂朱丽倩 日常却只有女儿相伴 甚至连当初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办 这一对比啊差别就大了去了 而且陈友江呢也是相当有着商业头脑的人 父亲的商业帝国有他不小的功劳 或许含着金汤石出生啊不一定算成功 但是像他这样还能创造金汤石的 那就算得上是圆满了 作为名门之后 陈友江自然也会受到百倍的关注 不过人家就是有这个自信 也经常会坦荡荡的大秀恩爱 分享跟女友的点点滴滴 她被称之为大马的王思聪 但是看起来她比王思聪可刀掉 可以想象以朱丽倩当初的选美小姐和模特今天啊 如果不是遇到刘的话 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只可惜如今54岁的她也只能平凡的成为大妈一个了 但是你必须得说这才是过日子呀 刘德华虽然跪为天王 但是那只是舞台上的风光 私底下还不是平凡的一塌糊涂呢 就像王宝强刚出道的时候 敬她的为人 一见面就要下跪 刘德华马上跪了回去 在家庭方面 他们全家吃素 只要在香港上 他都是亲自接送女儿上学了 根本不担心被人认出 而且更神奇的是参加鲁豫节目时啊 他竟秀了一把托泥的本事 帮着鲁豫洗剪吹 手法还挺熟练 让鲁豫大呼 这就是人生巅峰了 不过看她的熟练程度啊 估计刘德华在家里没少做过 所以幸福是什么呢 每个人的追求不同 朱丽倩付出很多 刘德华身临其情 她评价说 我觉得她比自己更爱我 懂得感恩就懂得珍惜 所以他们两个人啊 从来都没有大声的吵过架 所以什么是理想生活 义书说不用吃的太好 穿的太好 住的太好 但必须自由自在 有志同道合的伴侣 活泼可爱的孩子 丰衣足时已经算得上是理想了 本科也很潇洒的朱丽倩选择了低调 但或许这才使她更加的有幸福感 其实刘德华能红40年啊 除了她本身的勤奋和努力之外 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就是她在过往的一生中所形成的人品 她从底层摸爬滚打过来吃惯了苦头 即使成名之后啊 刘德华也依然不忘自己曾经的一无所有 在梁杰因穷困潦倒的时候 刘德华也托助理给她送去了十万的港币 并且帮她找了心理医生 刘德华热爱帮助从不看不起任何一个人 她热爱国家热爱慈善 可惜的是如今的娱乐圈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因为有一种幸福本来叫做简单 有个简单的理想也是一种幸福 归根到底只要是自己想要的 那就是美满的生活 我送到简单的全部 自己的想法 我送到简单的规则 我送到简单的设论 我送到简单的放草